早 早安 早安 有很長一段時間不習慣 連我都不習慣 是剛去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通常都三分鐘五分鐘就做決定 快很準 差不多六點半起床 就是做一些早上的工作 吃個早餐 習慣在早上洗澡 半個小時結束之後 過七點鐘就準時出門 太陽才剛露臉 但台北市政府內 已經有人摸黑上班 十二樓市長室外燈火通明 因為不到七點半 柯文哲就在這裡嗡嗡嗡 熊半熊半 嗡嗡嗡 不算光板 2014年賀文哲夾跨黨派的五色聯盟 高票當選入入北市 才剛上任 市政會議上一天到晚面無表情 反著張臉 市政問題亂都如麻 一級局處首長震驚為座 和過去顯得格外不同 肢體語言倒像是在表達各種不安 我希望每個局處長都是獨立作戰的課題 市政會議只是在處理衝突 衝突跟協調 開會資料一大跌 報告事項落落長 發言超過十分鐘 柯文哲就會面露不耐 當即立斷 以後這些繁為入節 大可不必 你當市長會不會累 我說絕對比台大外科輕鬆多了 我以前那個台大外科嗎 半夜一個晚上被叫起來五次了 然後你這個 每次說病人血壓掉了 病人血壓掉 請問你一次上可以坐幾秒 那幾秒馬上跑到交付業去看 這是2014年剛上任的柯文哲 面對政論專訪 侃侃而談的節目片段 自己說得輕鬆 但恐怕底下員工個個皮皮剉 因為跟隨過柯文哲的人都知道 柯氏作風沒得喊口 所以他很多的名句金句 都是從來自教育病房急診 30年的經驗 柯文哲從政至今 永遠掛在嘴邊的其中一句 就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對市政如此處事哲學 即性子與嚴謹嚴格的毛病 似乎是他一路走來 從醫養成的人格特質 之前是檔過啦 後來因為哈瑞太慢 對啊 按鈴太慢就全部停掉就好了 交病房會來值班的是 第二年的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或是實習醫師 然後他比如說來一個新病人 那總是要去跟科醫師報告 他很在意住院醫師 因為住院醫師既然是住院醫師 就是還在學習 所以他常常第一床 就累積了一部分期 到第二床可能血壓就150 然後到第三床 如果那個住院醫師 還在搞不清楚病人 因為他覺得你搞不清楚病人 不是住院醫師危險 是病人危險啦 他就會很生氣氣到就會摔病理 我們就開始想說 那誰要去檢病 我說那是對小護師兄 對每一個人都兇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每做錯一個動作 死一個病人呢 身為外科醫師 急診室醫師 重診加護病房的專職醫師 柯文哲的眼裡容不下一個閃神 疏忽或是不小心 嚴以待人更是自律極高 柯文哲未救病患 不過他人感受 這股堅持也讓他起初 從醫學院剛畢業 就在白色巨壇內 哥哥不入 我不是屬於那種 天才型的開刀手 我已經看我 看我老師像鴻啟人那種 就天才型的開刀手 我也達成那些 可是我大概就是中等 起初柯文哲在念醫學院期間 面臨專科選科 他選的就不是自己喜歡的 他抉擇的方式 竟然是從不喜歡的先剔除 消去法認為那科說太多 做太少化掉 小兒科小孩子太吵 愛哭鬧也化掉 復健科要有耐心 自己其性子做不來又化掉 皮膚科太簡單 病理科太無聊 一個個刪除消去後 最後只剩下外科一個選擇 科文哲說 正是因為從這一刻起 注定了他一輩子 救援逃手的不憋命運 他總是都是不忘記 救他不回收的 氣餒就不揍了 科文哲愛讀書 也能讀書 進入外科後 每次跟著教授們跟刀 科文哲總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三不五時脫口而出 劈頭質問教授 你怎麼這樣開刀 這跟教科書上教的不同 一而再再而三 問了不該問的問題 科文哲成為學長們口中的 燙手山芋 很多病人開完刀以後 比較嚴重的 造家務病患 我們說ICU 在家務病患裡面 沒有專職醫師照顧 我就想一個辦法 造科文哲 他還是心臟外科醫師 外科醫師不開刀 而是專職照顧術後病患 朱樹勳當年 是台大外科的心臟權威 更是台大醫院外科部主任 他會演預測 科文哲如果成功 會是全台第一個脫荒者 不出五年 必定大紅 這個全國其他地方沒有 我不管 讓科文哲做第一個 教科病患的醫師 慢慢科文哲做得很好的話 北德醫院也慢慢開始以後 為了讓科文哲好好學習 怎麼照顧術後病人 尤其重大手術後 心肺恢復是重重之重 朱樹勳把科文哲悄悄送到榮總 在呼吸治療科當其學徒 科文哲就將隱形埋名 在榮總long stay了三個多月 把江戶病房照顧的制度 和作業模式學了個遍 朱樹勳成立了外科SICU 成了台大醫院百年基業 重要的後勤司令部 而科文哲也成為台大外科重症的後勤司令 科文哲在加護病房是對病人很熱心 病人會過世 但是沒有人對他不滿 他很辛苦 一直看病看到晚上 他十二點有病人說他親戚很危險 科文哲會騎腳踏車來台大醫院 外科醫師比較認真的都這樣 因為他有時候他迷迷烏烏的 我說你又騎個腳踏車 叫他去大計程車其實他也很神 然後我想說你精神不好 還騎著一個腳踏車 總於是來秒玩 就是嫌棄看 為了讓科文哲看更多 學更多 朱樹勳親手替科文哲開啟不一樣的人生 送他赴美進修 之後在美國迷尼蘇達禁修調教 但這時他卻無心插流 意外接到了同事蔡壁如的來信 得知當時台大醫院內 買了台沒有人會使用的特殊儀器 有一天經過圖書館的時候 看到一本新書 就翻一翻就是葉克摩 就葉克摩 後來我就整本書把它讀完了 所以我在美國就整本書把它讀完了 柯文哲要帶回來的時候 美國大概不到十家醫院才用 而柯文哲身為外科醫師 又是重診加護專科 當他意外接觸到這種最新的醫療器械 一頭鑽入眼鏡 竟讓葉克摩成為器官移植 重症急救的神助手 這個是主機 然後這個是監視器 剛開始用葉克摩的時候 成功力很少 我們心臟移植有些病人 很危險的時候 我們用葉克摩幫助心臟移植的病人 讓心臟輕鬆一點 葉克摩救了 病人就好起來 在病人的眼中 柯文哲是個不問藍綠 只顧性命的好醫生 在恩施朱鼠勳的眼中 柯文哲是個只做 不多說的強效引擎 讓他成為台大第一年主治醫師 就兼外科加護病房主任的博兒人選 柯文哲在這個職位 已做就是17年 除了專職待在ICU照顧病人 他也同步釋放流美吸取的經驗 有制度有效率的達成任務 所以他在教病房 大家都最常聽他講的就是 建立SOP 標準作業流程 他很強調這件事情 建立SOP 完善SOP 是柯文哲從醫而終的主事信念 看重他的建制能力 當時衛生署醫症處 找上他請他幫忙建制 器官捐贈移植登陸系統 有個器官捐贈的來 然後心臟 好像就是某某教授的優先 腎臟來了 就進來之後 就哪個教授優先 當時的台灣 並沒有一個官方機構 在負責器官捐贈和醫治業務 如果有人捐贈 只看那個醫院 當下有沒有人要 或是再看看 有沒有友好的醫院 有受贈需求 本該是大愛的器官 成為醫師們的公關工具 器官分配變得黑目重重 這讓柯文哲本來已經夠忙了 卻為了給窮人 留下最後一個 公平的醫療機會 他花了兩年時間 每天從工作晚上到十點 延長到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點 他花了很多的心力 就是除了臨床上看病人之外 他幾乎都在研究這個 把整個系統這個制度建好 這套登陸系統用了六年 執行過五千多次器官分配 造福了多少個家庭 與生命重生 柯文哲以為自己不計辛勞 做了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能換得理想與堅持 但誰想得到 這也是他從醫生涯 最大的一個打擊